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关于罗昌平 所谓侮辱英烈 公开道歉 是不是够真诚这样一个话题 那么在新浪财经上 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新闻 说记者从法治日报社获悉 备受关注的网络大V 罗昌平侮辱英烈案宣判后 5月21日下午 罗昌平委托代理人 主动联系报社广告部 就法院判决其在法治日报等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等履行民事责任 5月23日出版的法治日报 第七版刊发了其致歉信的全文 那么据悉海南省三亚市成交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1年10月6日9038分 被告人罗昌平在三亚市住处用手机观看长津湖电影和长津湖战役纪录片视频后 为博取关注使用新浪微博账号罗昌平发布贴文 侮辱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冰雕连英烈 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引发公众强烈愤慨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上述贴文 因微博用户举报 当日14时取 罗昌平到三亚市公安局吉仰分局大东海派出所投案 如实供述了上述的犯罪行为 检查机关提起刑事负担民事公益诉讼 2月22日5月5日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昌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即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 依法公开宣判 判处被告人罗昌平有期徒刑7个月 并承担在新浪网 法治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公开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那么5月21日 罗昌平委托代理人 主动联系报社履行法院判决期 附带民事判决部分 5月23日 在法治日报等三家媒体刊发的致歉信 全文如下 致歉信 2021年10月6日 本人针对电影《长津湖》 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错误言论 造成广泛传播 不仅侵害了抗美援朝 长津湖战役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 也伤害了英雄烈士家属的情感 引起广大网友的愤怒 更为法律所不容 本人尊重并服从法院的判决 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以家人积极做了一些弥补工作 为以受到法律的惩罚 现再次诚恳向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致歉 向英雄烈士家属致歉 向社会公众致歉 亲历此事 本人将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承诺今后无论以任何形式发表观点 绝不使用侮辱性言辞 过激性言论 同时真诚缅怀英烈 捍卫英烈荣光 传承英烈精神 尽己所能 做一些公益活动 力争消除负面影响 希望大家以我为戒 深刻认识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不容诋毁 知欠人罗昌平 2022年5月23号 那么这篇致歉信 发出之后呢 在网络上还是引发了不小的骚动 有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 那么一派的粉红就认为呢 罗昌平他最有应得 发表这样的致歉信 是他自己侮辱烈士 应该做出的一种补偿 拍手称快 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呢 相反的一些民运人士 一些所谓的反贼党 就会认为 罗昌平太没有骨气 本来还对他的这种行为 进行点赞 认为他应该是 很勇敢的一个社会公知 但是没想到 七个月的牢狱之灾 就把他锤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低头者 没骨气 那么我自己呢 站在一个相对来说 认为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看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 我们对罗昌平 首先我说明我的观点 我觉得他前边所发表的那样的一个言论 本身来讲的话 无可厚非 也就是说 你不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言论 那么呢 也谈不上 他有什么侮辱的这种含义 其实在原来 罗昌平刚刚被释放 就是他判刑七个月被释放的时候 我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这种观点了 那么罗昌平在三家报纸上 根据法院的判决主动联系报社 他能够积极的去响应 去回复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致歉 我们姑且可以不认为是他发自本心的一个致歉 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致歉 就像我曾经也看过 包括就是维吾尔族非常有名的 那个维族的独立的运动的领导人 他在海外发表了大量的对中共的 特别是在他监禁期间的一些个中共所做的 所有的对他打压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个声明 包括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是呢中共立刻就放出来 他在中央电视台放出来他曾经认罪毁罪的那样的一个画面 还有一个视频 那两项比较大家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他的意愿的表达 哪一个是他被迫低头的认罪的态度 虽然在中央电视台的他那个认罪也非常的真诚 其实呢我其实我觉得想跳脱出来我们所谓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是非之争 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一看就是在中共的这种体制下 所有的他们被认定有罪的人 有没有人可以真的做到 我就是不认罪 跟你硬刚到底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没有看到一个 实际上之前有过的就是在我们看到 在叫文革期间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那就是张志欣 在我呢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我们一直把它认为是劣势 但是今天呢可能对张志欣的各种的所谓的悼念呢 所谓的这样的一种 对张志欣的这种缅怀 我们现在在任何的场合可能也都看不到了 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政治环境改变了 大家都知道张志欣是质疑毛泽东 质疑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 质疑对刘少奇的这种打倒的 这个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在今天看来的异议人士 但是他的结局呢 是最后把他逼的最后逼疯了 有后来的一些个新闻工作者挖掘 他最后的这个阶段 他甚至于占着自己的月经的血去吃 然后最后被枪决的时候还割了他的喉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 但是他始终没有对自己所发表过的这种言论进行忏悔 确实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了不得 尽管他们也施以了各种的酷刑对张志欣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 所有我们认为的那些个了不起的 确实是社会精英的知识精英的这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们大多数都采取了认罪悔罪的这样的态度 因为我自己认为假说换作我在现场的话 我自己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低头是明智之举 没必要做无谓的这种牺牲 那么我们看到了不是绝对的没有 我们是说现在目前现在还没有被中共拿出来做例子的 那么当然我看到张展包括也很多维权的律师 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所谓的正当性 自己的权利那些维权律师 他们去努力的和这个体制去抗争 尽管抗争的非常辛苦 但是他们的确值得尊敬 包括任志强在内 他在法庭上虽然没有他自己的画面 或者没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流露出来 但是在任志强的相关的报道 他被判刑的这样的判决当中也表现出来 他对自己的所有的罪行都供认不会这样的说法 真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在我自己看来 罗昌平他发表的那个所谓的对劣势的那个 侮辱的那种话 那种语言 我认为为什么我开始刚才讲到的无可厚非呢 就是他是站在一个 并没有他是一个比较愤怒的一个立场 去这个想揭露整个的中共的所有的 他们的对中国人的这种洗脑 颠倒黑白颠倒是非 他并没有站在这么高的立场 他只是认为这些个人牺牲的非常的无畏 和所谓的日本的神风赶死队那些人差不多 甚至于还不如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毕竟进了靖国神社 毕竟被日本人所纪念 那么这些个所谓的抗美援朝的这些个 被牺牲掉的人 实际上他们非常非常的悲惨 他们的命运 除了现在所谓的给他们封以烈士的称号之外 他们在四五的时候 在清明节的时候 在天安门有个献花 实际上他们这些人的死亡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他们的死亡 不仅仅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任何的帮助益处 同时呢也还给整个的北韩人 今天的朝鲜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然当时也给南韩人带来了很多的灾难 之所以北韩到今天这么多人还饿肚子 已经死了就不用说不计其数 金家王朝还在掌控着整个的北韩人的命运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志愿军 他们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非正义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在眼神的再聊几句 我们在讨论正义跟非正义的时候呢 往往有一些粉红 一些杠精 他们就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所谓的那个叫正义的东西 因为弱肉强食 这种丛林法则是一以贯之 一直到今天就没有改变过的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所以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中国人去舔俄爹 去认为普京发动的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种侵略战争 认为是正当的 是可以接受的 认为俄罗斯如果不去侵略乌克兰的话 北约就会整个的侵略 整个的俄罗斯 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还是停留在整个的1945年二战师胜利前的那样的一种落后的思维模式 仍然还存在于那些个认为只有靠着武力强权才能够战胜 对方的这样的一种落后的思维模式 那么就有德国的学者曾经就最近写过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的很对 就是因为包括普京在内 包括鼓励普京发动战争的俄罗斯人在内 更多的也包括中国人在内 他们的观念一直还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 他们忘记了 在二战之前 整个世界之所以经历这么多 这么困难的时间 牺牲了几千万人的这种生命 就是因为过去一直以来 每个国家都相信弱肉强食 相信丛林法则 那么二战之后 所有的这些国家 特别是因为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 他们深刻的认识到了 再继续这样的打下去 人类的文明就会被摧毁 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这种国际秩序 就是以联合国为本的 为根本的 这样的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而这个体系 它一定不是百分之百的公平的 它一定对于某些国家 它是有利的 对某些国家 它是没有那么的公平的 因为世界上也不存在绝对的这种公平 因为谁也不是上帝 问题在于这样的一个构建的 一个以联合国为首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各国的领土完整的 这样的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是被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可的 包括俄罗斯的前身 苏联在内 包括中国在内 他们都认可这样的一个秩序 也就是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它的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都应该得到保护 而不是随意的可以去侵略 不是随意的可以去侵犯 那么今天 俄罗斯人也好 包括中国人也好 他们之所以站出来 认为俄罗斯现在遭到了北约的围剿 所以他才被迫去攻克乌克兰 这样的说法完全的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正义和非正义是非常的明显的 非常的明确的 中共所有过去发动的战争 包括所谓的抗美援朝 就是我们说的韩战 包括对越的这种自卫反击战 它都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没有任何的正义性 它都是基于到自己的所谓的这种 认为的自己战略上的这种挤压 他所发起的 毫无道理的这种战争 而他站在的角度立场 也和整个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没有任何的关系 只是站在他政党政权的稳定 维护他政党政权的稳定的基础上 所以中国人如果在这个政治上 没有任何的进步 没有任何的可以说能够了解 说我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 和中共的利益 它是不一致的 如果不能够认知到这一点的话 像类似罗昌平这样的情形 它会不断的发生 虽然现在整个的中国的舆论 已经严格的把每个人的嘴 都贴上了封条 不仅仅把那些所谓的 在防疫过程当中的人 把它关闭封闭在家里 同时也跟每个人的嘴上贴了封条 不允许他们讲话 发表言论 但是我相信 还是会有人站出来讲话的 一方面是基于的对自由的渴望 有的人也是基于对这种 不公现象的一种大胆的去挑战 因为还是那句话 言论自由 是一个人所有权力当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 失去了言论自由 他将非常的可怕 他是独裁政权的自生地 如果没了言论自由 独裁者就可以任由用他们的生意 掩盖所有的生意 在今天 在过去 我们看到了 整个纳粹是这么做的 苏联是这么做的 中共一直是这么做的 虽然后来有所松动 但是今天的中共又开始倒退 开始用他们一个生意 去掩盖所有人的生意 所有不同的生意都会被销声 这就是中宣部网信办 他们要做的工作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我反复的讲 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 一个任何的真相出现 都会对他们的统治 带来致命的伤害 有可能就是崩盘的结果 所以他们用不断的制造谎言 来掩盖前面的谎言 这也就是他们扭曲历史 把本来一场不公不义 导致中华民族巨大灾难的一场 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 把它不断的美化 让今天的年轻人 根本分辨不出来 哪些是史实 哪些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 今天所有的亢奋的 对长津湖 包括未来长津湖二 长津湖三 以后永远的长津湖下去 长津湖N的 这样的中国年轻人来说 这种毒害 没有可以任何有一种毒害 能够超过他的 面对这样的毒害 面对这样的伤害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反共的 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 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同时也去除我们自己所谓道德上的那种洁癖 认为所有过去反共的人 如果他说了一些个言论 在妥协 我们应该去设身处立的考虑他们的处境 因为他们不是在墙外 他们是在墙内 如果在墙外 刘长平发表这样的痴欠函的话 那我们说他完完全全 没有资格 称为一个社会公知 因为所有的社会公知 要做的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持自己 可以讲真心话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的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